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到我們Weekly Market Report的時間了 我是Boris 今天是10月1號2020年 首先祝大家中秋節快樂人月亮團圓 在這個聲明這個影片是做教育用途的 請大家不要用我的分析作為投資的決定 如果你要投資的話請你和你的投資顧問查詢 我們今天的agenda是相當豐富的 我們要看這個月的幾個index的月圖的closing 第二個我們會看2-hour chart S&P500的情形 現在是怎樣 sector performance 每個sector哪些行業做得最好 在9月 我們會看紐約交易所的market breadth 跟著我們會說2020年的cycle 這個cycle就是在美國大選期md turn election的cycle 那個performance是怎樣的 跟著我會教大家一個新的market timing方法 就是vix trading system 最近大家很關注就是gold miner它的market breadth 和gold的表現是應不應該入市 那麼我們會講一下gold在其他currency的情況 會是怎樣的 那麼在premium member section 會講到gold和silver ratio 如果用anyway pattern chart它的話 它會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才會入市的 那麼美元的升勢是否結束呢 如果美元還會不會有升勢呢 跟著我們會分析就是美國的工業行業 他們的相對表現 對S&P500相對表現 哪些行業是最強的 這個是杜瓊斯指數的月圖 那麼在一個禮拜前 其實杜瓊斯、S&P或者NASDAQ都好 他們的月圖都是產生了一個很大的 我們叫做bearish on golfing pattern 但是因為最後一個星期 就是很多消息推高的股市 無論是我們叫做stimulus 因為美國聯儲局準備 由另外的差不多2.2的trillion的錢 就是放在市場上的 那麼就刺激經濟 所以股市就反彈了 所以這個月圖現在就不是一個bearish on golfing 就是推高 杜瓊斯是比較強一點的 因為大家看到杜瓊斯在close的時候 是超過上個月的bar的一半上面的位置 那麼杜瓊斯是出現的跌幅 是比起NASDAQ或者S&P是比較少的 第二個我們要看就是NASDAQ指數 大家看到很明顯 就是NASDAQ指數 在這裡是產生了一個 就是超過大半的跌幅 就是說在8月的時候 這個整個升幅 它跌下來是超過一半的 那麼這個情形也都代表說 這個市場呢 準備是還有consolidation 還有整固的時間出現的 原因是這些closing 是一個月出面是相當之超賣 所以我們可能會還行一段時間的 如果大家看回剛才的圖 大家看到杜瓊斯仍然是未創到新高的 這個高位是29,600點 這個高位是29,200點的 所以有很多市場仍然是未確認新高的 但是最近有個市場是開始準備test新高的 其實就不是市場 是運輸指數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情形 就是說 運輸指數呢 是會預早告訴我們 經濟是在復甦的 OK 所以大家不要這麼悲觀 對這個市場 如果運輸指數是一直向上去的話 美國這個牛市可能是會延伸的 這個就是S&P500 大家看到S&P500 也是相當之跌幅相當之厲害 因為S&P500 在9月的跌幅是超過4% 那麼它也是超過了一半的跌幅 那麼這個retracement 我們可以說是68.2%的retracement 至於small cap 就是小股票 Russell 2000 仍然是一個 可以說差不多是一個熊市 大家看到就是這個 在2018年的時候的高位 2019年的時候很高位 那麼2020年的時候呢 它仍然是錯不到新高 都是在這個 我們叫20個月的平均線上面 那麼都不是太差的 OK 但是整體來說 Russell的market breadth 就是整體的momentum來說 是比較弱的 那麼如果我們看daily圖的話 怎樣才是這個市場比較安全 這樣再入市 這個是S&P500的daily圖 12月1號 那麼我們看到就是說 一直以來 S&P在這個位 在Cloud 這個ichimoku Cloud 和這個50天平均線以上的movement 那麼在9月 最後那兩個星期 是跌破了50天 那麼跟著呢 現在是上回這個50天 其實能夠上回50天的話 就應該就是bullish的了 但是呢 問題就是說 它其實沒有test到這個200天 也都沒有test到這個cloud的底部的 那麼要安全的話 除非它能夠突破這個3450這些位 上回到cloud上面 那麼它就有機會test到以前的高位 35800的高位 至於它的advanced decline line 下面呢 這個S&P500的advanced decline 它仍然呢 這裏是產生low a low low a high 但是它現在上回這個medium line 如果它維持在這個medium line上面的話呢 那都是bullish的 而這個呢 就是兩個hour的圖 這個是S&P500 在9月的圖 那麼如果以pattern來講呢 這個是一個什麼pattern呢 這個是呢 我們英文講的 就叫Rising Wedge Pattern OK 其實呢 pattern有很多種呢 其中在我的Learning Library講講 有些就叫做一個旗號 旗號就是一個 升市裏面產生一個三角形這樣的東西 那麼就 跟著繼續升 所以這個叫continue升 就是 繼續上升的pattern 那麼這個 falling wedge呢 就是跌下來的一個旗號呢 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牛市形式的pattern 就是說呢 這裡怎樣升 經過這個pattern調整之後呢 通常都會繼續升的 那麼而且這個default呢 大家看到就是 就是說 這些這樣的波動呢 不是很強的 那麼如果是一個調整式 或者整固式呢 我們叫corrective的movement呢 就是調整式的話呢 它就是這樣 那些波動呢 就是大家碰著大家這樣去的了 所以這些叫overlapping呢 就是大家碰著大家 就是 corrective 調整性來講呢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調整 就不是一個真正的跌幅 那所以呢 我相信呢 就是說 可能 這個跌幅呢 已經結束了 如果它能夠一突破這些高位呢 S&P會創新高 或者就是說 它會在這些位呢 再下來 探一探這條線呢 或者這些空間呢 探一探這條線呢 那跟著才會再升的 那以 以Seasonal來說呢 它應該就是說 10月的 中 OK 升到差不多 10月尾 接近大選的時候呢 可能會再跌一跌 那跟著就 跌幅就完全結束了 那這個呢 就是 sector方面呢 在過去一個月呢 和三個月的表現 那大家看到呢 在 9月的時候呢 能夠positive的 能夠有正 正 表現 就是說 有正式的回報的 就是utilities 其他的sector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向下跌的 OK 那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們看回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呢 這個市場就反彈了 反彈裡面呢 最快反彈最厲害的 consumer signical 和technology 就是科技股 OK 就是veal estate communication service 那基本上來講呢 這幾個頭這五個行業呢 都不是說屬於防守性的 那utility 和這個consumer defensive 電力和防守類股呢 都是在中間 或者排下面的 那在一個跌市裡面之後的第一個反彈 如果那些人 是買回最風險高的話呢 而不是買那些最防守的話呢 那就是說呢 這個市場 不是真的那麼bearish 就是不是真的那麼差 OK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月裡面呢 utility 雖然升了2.09% 但是這個不是多的 所以呢 大家就 預計了下半年 其實不是下半年 就是年尾呢 正常來說 這個市場 是會繼續向上去的 那在三個月裡面呢 technology industrial 這些 consumer technical 這三個行業 仍然是在高位的 OK 那就是說呢 市場上的資金 仍然是流向於比較 相當之aggressive的 相當之 是公共方面的行業 這個呢 就是 紐約交易所的 有多少股票呢 它是在200天平均線以上 OK 那如果你看到呢 這條綠色的線呢 就是50天平均線 那紅色這個呢 就是150天平均線 而藍色這個呢 就是200天平均線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整個紐約交易所 有多少股票呢 是在這個50天的呢 有34%在50天 有67%在這個150天 而在200天的 有大概49%的 那大家很明顯看到呢 上一次的跌幅 和這一次的調整 的分別在哪裡呢 分別就是 你看到大部分 50天的股票跌下去 那但是呢 但是呢 那個 200天的股票 在200天以上的股票 和在150天的股票呢 它跌下來 是跌得很少的 OK 那就是說呢 市場的人 不急去銷售東西 如果大家要急去銷售東西 就應該銷售所有東西 就不只是銷售了那些 over value 50天以上的東西 那所以說呢 這樣跌呢 是正常的 這樣跌呢 即是說 根本就沒有什麼小 啊 跟著下面呢 我們就有很多 精彩的分析的 那如果各位 是對我們這個 video 是有興趣的話呢 請大家可以去我們的 5star charks.com 這個網站呢 去買我們的 video的 那如果你只要 click membership purchase 是看一下我們的 membership 還有呢 你去賣video 一定 即是如果你買了之後 去賣video 你就會看到 以前的video 都有的 OK 那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